高桂林国语教会 亚宝斯福 基督教西安堂 兰德德基督教会 T31大学神学研究院中文部 以及创新神学院联合主办 那今天的讲座主题是 基督教战争伦理学与乌克兰 由基督教伦理学资深教授 罗炳祥博士主讲 那在他讲完之后呢 将由我们许多人所熟知的 中国人民大学 何光护教授做回应 好 在讲座开始之前 我们先请江海玲姐妹 带领今天的诗歌敬拜 诗歌的题目是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这个时刻 带领祝你的百姓们来到祝你面前 向你献上敬拜 祝我们恳求祝你的灵 我生命中 我的心 我的心 我的意念 使我 能够尊心你之意 我愿 将你话语 深藏在 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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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入上的光 成为我教前的光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使我能成为你所信约定 而你是我的生命 能够呈现你荣耀 哈利路亚 让我们再次来相识来告白 欧主 欧主 求你保守 我的心 我的意念 使我 能够尊心你之意 我愿 将你话语深藏在 我心 做入上的光 成为我教前的道 欧主 求你牵 我信心 我的力量 使我 都已勇敢 向前行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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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 在你的阳心 使我能成为你所信约定 而你是我的生命 能够呈现你荣耀 我愿意 我愿意 使我愿意 使我能成为你所信约定 而你是我的生命 而你是我的生命 能够呈现你荣耀 哈利路亚 一切荣耀 再美都归于你 哈利路亚 好 谢谢姜海琳姐妹的师哥带领 我们下面请大温哥华圣道堂 吴辛迪牧师为今天的讲座 做开始的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同管万有的主宰 你也是施行拯救的神 我们也要感谢耶稣基督我们的主 因为他是这黑暗世界的大光 因为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 因为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我们首先要为 因为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征战 而受到生命的威胁 和极大创伤的无辜的 这些百姓跟人民来祷告 求主保守他们的平安 供应他们的需要 求你施行拯救 我们也为那些世界的领袖来祷告 求你叫他们服在你的权柄下 按你的心意做出和你心意 爱人民的决策 求你败坏他们出于私欲的计谋 求你的旨意在这世上成全 我们也为所有的基督徒来祷告 求你在这样的时刻指教我们 好叫我们明白你的心意 凭信心活出你对我们个人的呼召 勇敢的担起你要我们负起的代价和责任 谢谢你带领这么多弟兄姐妹来参加这个讲座 因为这说明大家不但关心基督徒 大家关心对于基督徒的战争伦理这件事 也真的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做出和你心意的判断 因此我们特别将罗炳祥教授交在你的手里 求你自己的圣灵充满他 当他在引导我们去思想这个议题的时候 求你的圣灵为他加添力量 也赐他智慧 帮助他能完全的表达所从你领受的 开我们的心 开我们的耳 让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 也有开放的态度 也许我们会听到一些与我们原来的认知不同的观点 但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凭你自己的心意 而不是按着我们的血气来做判断 下面就是讲座时间 把这个空间呢 尽量的让给国内的弟兄姐妹 好 谢谢大家 那下面呢 我们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讲人 老秉祥教授 罗教授是美国正道福音神学院资深的伦理学教授 他也是纽约州立大学哲学博士和耶鲁大学的哲学博士 他曾经担任香港进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的教授系主任 他也曾经担任过中华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 他主要的研究范围呢 是基督教伦理学 公共神学 生命伦理学 中西政教关系 中西战争伦理学等方面 先后出版过《黑白分明》 《先秦诸子》与《战争伦理学》等多部的著作 好 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罗炳祥教授 好 谢谢 谢谢 BC讲坛的弟兄姐妹邀请 我跟大家分享我的头影片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头影片 我们今天因为我们是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会从基督徒的价值观去帮助我们去怎么样 要把这个基督徒的价值观融合在时事的当中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华人 那既然我们也是华人 所以我们也要从华人的文化出发 所以等一下我就从一个华人文化开始 再来华人文化来结束 开始我们做这个很有名的一个杜甫的一个诗 我在中学的时候我们都全班 所有同学课本当中我们都要读 就要背整个兵居行 这里只是一前一后 车淋淋 马萧萧 行人攻剑各在腰 野良妻子走向宋 尘埃不见咸阳桥 千亿顿足难道库 哭声直上甘云笑 他就说 军不见青海头 古来白骨无人收 心鬼繁渊 旧鬼酷 天阴雨失 声秋秋 我们要思考这个战争那么沉痛的话题 我们也知道要 要有心理的准备 战争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话题 今天晚上我的大纲 我首先有一个导言 然后我最主要从这个 从西方基督教开始 后来大家都接受 这个正义战争论 那个角度去分析 所以首先分析 有没有开战的一个合理的理由 然后既然 在俄罗斯开始这个战争 那其他的人 西方 西方国家社会 应该可以怎么样回应 然后除了这个开战之后外 那正义战争还包括还有 在作战当中的一些质疑 究竟有没有作战当中的正义 我们要怎么看 到最后 我们不单止只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论理学的框架 让我们现在思考的是在一个 一个历史当中进行的事件 这个历史进行当中 这事件是有一段很长的历史 我们应该也要有一个怎么样 基督教的历史观 帮助我们去看现在所发生的事 所以今天晚上 我就从按照这个步骤 跟大家来分享 首先 正如刚刚说 这个战争 就是非常让人非常非常的难过 尽管对于这个 决定要打仗的人 他可以自身度外 和其他要赴战场的人 跟其他的 因为这样要赴战场 其他的人 他的亲人等等 在经历的种种 这些苦难 都是这下决定的人 都不需要去经历的 所以我们唐诗当中也有这样一句 就一将共成万骨灰 而今天晚上要好好的谈这题目的话 还其实很多话题 我今天晚上没办法讨论的 比如说新月圣经 有没有反对一切的暴力呢 基督教育除了正义战争论 还有和平主义 和平主义的优点 确定在哪里 今天晚上我都没办法讨论 还有就是从正义战争论 是奥古斯丁首先开始的 他是整个西方正义战争论的奠基者 可是他同时也强调 他不单止说 基督徒也需要支持一个正义战争 可是同时他也要强调 在这正义战争当中 人的生活在一个非常悲伤的世界当中 我们需要带着爱动 来去面对这一个战争 所以这个我也今天也没时间讲 最后要讲20世纪基督教战争伦理 学识整个20世纪 基督教有非常重要的一些正义战争的论述 是以前没有的 今天晚上我都没时间谈这些问题 只不过导演了 只要谈一个问题 就是教会究竟应不应该参与 这些所谓公共或是政治的议题 华人教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一百年 有一个一百年的传统 很多教会不关心这种问题 比如说 一个我们都很非常尊重的一个 王明道这个牧师 我们非常尊敬他 可是大概一百年前 当时候中国在经历 这个日本的侵华 可是王明道牧师就觉得说 我们基督徒不要关心这样的事 因为圣经就告诉我们 就是这世界就会这样子了 必须一定会越来越糟糕 一定越来越多战争 到最后还有一场大灾难 那为什么这样的临到中国呢 就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犯罪 我们不认识神 我们硬心就拒绝神犯罪 所以这神就用战争来惩罚我们 所以面对战争 我们怎么回应呢 我们就要传福音 就拼命传福音就好了 只要我们都信主了 那神的惩罚就停止了 这是王明道 差不多一百年前 他所写的 另外有一个影响 也是中国教会很深的 另外一个领袖叫尼托森 他声称他也不是牧师 只是弟兄 这个尼弟兄 他当时候也是这个时候 也就是日本侵华的期间 那他写了一篇文章 基督徒对国家社会的态度 他就说我们今天好好做基督徒 不要想要去什么 就去阻止战争啊 什么这些我们不要管 这跟我们没关系 这种事情 那我们要做了 就好好等主再来 这个时候 这主再来之前 你想尽办法都改变不了 这世界就是这样的 等了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 那些问题就解决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要去做 不要去做 就是说不要去做任何想要去 去阻止战争的事 所以这两个教会领袖 都是影响华人教会非常深 可是他们对于当时候 这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面 这个日本清华 他们两个态度都是一样 基督徒不要管这样的事 就努力传福音就好了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很多华人教会这个背景 那这个当然我本身 我个人是不接受这一个立场 否则我今天晚上也不会有这个 讲座 只不过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很多时候教会 有些弟兄者 不关心这些问题 背后有这些的 一些的问题 一些的渊源 好 我就说今天晚上我们要 主要从这个叫正义战争论 那这个从奥古斯因开始 一直发展到二十世纪 不断要补充 不断要发展 今天基本上 这几十年来 我们所接受的 正义战争论 就有这样一个框架 他分开开战的正义 作战的正义 还有第三战后的正义 然后开战的正义 最主 今天晚上我们最重要 要提到的正义的原因 第一还有第四 最后的途径 一般就是正义战争的也都会说 你必须要 这个是最后途径 你必须要用其他方式 看看能不能办法 达到你想达到的 那个正义的那个 那个原因 那不能够说因为 就是说你们做的不好 我要惩罚你们 就这样去用战争的方式去惩罚 另外有民族一个国家 所以必须要有最后途径 然后还必须要有正义的原因 好了 那究竟有没有正义的开战的原因呢 这个不能只牵涉到伦理学 牵涉到国际法 牵涉到我们整个世界 维持世界稳定的一个联合国这个组织 联合国在宪章上面有这样提 一开始联合国宪章第二条 第一条就叫第二条 当中就有这样提 全世界那些会员国 基本上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进去联合国 我们应该以和平方式解决我们的争端 然后呢 在这解决过程当中 我们不可以用威胁 或是武力 这样方法去侵害任何会员国 国家的领土完整 跟政治独立 这是联合国的宪章 那这个 这个 2月24号 俄罗斯派军队进去乌克兰 那就是侵犯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而且侵犯乌克兰的政治独立 所以难怪 3月2号联合国有一个谴责俄罗斯的议案 大概有八成的会员国 八成的会员国的投票赞成谴责 这个和平方式 因为他完全被他所谓他这个开战的理由 大家觉得都不能够成立的 那究竟他自己怎么说呢 就是说当天他还没站着还没开始之前 普京发表了一个演讲 那这演讲的 这英文版的翻译 中文版的翻译 全文大家的网上都可以找得到 而且中文版当中 我都发现有很多很多 在国内的网页都把这个演讲全文刊展 他里面关键是要几段 这一个他一方面说 说北约进一步的东扩 那这可是这北约东扩呢 其实问题不在乎北约本身 北约只不过是美国的外交工具 欢迎就是说 所谓的北约这个东扩 背后问题就是美国 就是美国想要对付俄罗斯 而他就说这些地方 这些地区乌克兰 原本历史上就属于我们俄罗斯的 然后他就说这些国家 根本完全受到外国操控 那在外国当然也是指美国了 所以他就是说 针对所谓的北约东扩 普京讲的很清楚 那我背后的那个使作用者就是美国 然后呢他就说他说既然这样子 那他们美国就跟北约这样子对付我们 那对我们是生于死的问题 这是国家姓王的问题 是俄命脉的 俄命脉有关的问题 那这个是官方 究竟我们俄国还要不可以继续成为俄国的问题 然后他这样说 就让我想起一句他很熟悉的话 普京会用中文的 普京就很简单用中文说 俄罗斯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所以他要打仗 然后 可是问题就是说 明明普京自己承认 北约东扩 威胁俄罗斯 该死的就是北约 特别是美国 该死的是美国 可是为什么他要惩罚乌克兰呢 他已经说得很清楚 乌克兰是完全受外国操控的 那为什么又惩罚乌克兰的人民呢 那这个我觉得说 我读完他这个演讲 我就有这样一个反应 我觉得说干嘛呢 然后当然北约东扩 那普京很不高兴 可是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这些中欧跟东欧的国家要求加入北约 可是没有要求加入俄罗斯联盟 为什么俄罗斯让这些邻居那么害怕 以至于他们非要参与参加北约不可能 那这些我觉得都要思考了 然后这普京里面下面还要提到 就是说我这些军事行动 他不是说我这个不是打仗 我这个只是军事行动 我这保护一些受到基辅当局的 去欺凌甚至种族灭绝的人 然后他就目的要把他们把这个乌克兰去军事化跟去纳粹化 特别是把那些对俄国公民跟其他公民 犯下无数血腥罪行的人绳之欲罚 他的目的是这样子 只不过他现在所做的事 似乎就是他自己所说的 对方所做的事 而且他这个文在这个也说当中 特别提到我们不会侵犯侵战乌克兰领土 也不会以武力逼迫任何人 他开战之前才之前几个小时 他才说我们不会以武力逼迫任何人 可是这两个礼拜多来 我们大家所看到的 这情形是刚刚跟这个是完全相反 所以究竟他有没有正义的理由呢 是大家心意有素 那只不过讲这一种论调 是都是北约不好 都是美国不好 除了普京之外呢 在美国也有一个国际关系的学者 他是在芝加哥大学很有名的 一个国际关系的一个教授 叫John Mishheimer 他最有名的这本书 就叫《大国政治的悲剧》 基本上从他这个国际关系 所谓新现实主义 这种框架来看 国际社会就好像野生年一样 里面根本没有人管的 没有人为这继续的 大家都要想要自己生存下去 大家都要为求生存 就要求自己最大切身的利益 那必须要用权力 才能保障自己能够生存下去 所以在生命当中 基本上是没有规矩的 假如有规矩就是强者来制定 强者说什么就什么 然后圣灵当中唯一的定律 就是落入强食 那所以假如圣灵当中 什么道德规范 只是给弱者遵守的强者 可以随时修改这些规范 所以大家都要求安全 安全只是相对 今天安全不表示明天安全 所以我的权 我强权 每一件我们也必须要有 成为一个强者 强的权 这强权越大 就明天就越安全 既然没有一个强者 可以支配整个森林 就只能够每一个 每一个人只能够成为 地区性的霸主 那假如一个 已经成为一个 地区性霸主的强权 必须维持这个霸权 制止其他强者 入侵自己称霸的地方 以侧安全 他说这种强权行为 是完全可以理解 所以他就用这种框架 来去看乌克兰危机 他就觉得说 就是说美国跟北约 现在是入侵了俄罗斯的 称霸的地区 所以俄罗斯要想办法对付 乌克兰跟北约 是完全是可以明白 是可以理解为什么的 然后所以他在 这个左手边你看看一个文章 那是一个期刊的文章 是2014年 2014年就是俄罗斯入侵 克里米亚那一年 他就写一个文章 为这个普京辩护 要怪的都是要怪西方 然后在3月1号 战争发 就是说发生了几天之后 他在纽约克有一个访谈 纽约克的主编 刚才有一个电话的访谈 访谈他们把他写了一个文章 他还是一样 跟这个八年前论调一模一样 他谴责美国 他不是谴责普京 然后他怎么谴责呢 就是说 就是说都是所谓北约东扩造成的后果 什么等等 俄罗斯势力范围受到威胁 所以这些 乌克兰危机对北约和美国造一手造成的 俄罗斯根本就没有侵略他国的意图 然后那个编者 那纽约克编者就问他 说说乌克兰要加入民主阵营 是乌克兰人民自己选择的 那你假如我们告诉他你没有自觉的自由 你不能也自己决定加入北约欧盟 那就不是帝国主义吗 编者就问 Mishheimer Mishheimer Mishheimer就回答 就是他说这个不是帝国主义 这个叫做大国政治 他整个访谈当中的好几次 都说我主张的不是帝国主义 我主张的是大国政治 这对他来说大国政治 就是帝国主义 其实我们叫做帝国主义 对他来说他说我不叫帝国主义 这只不同一回事而已 那所以呢 Mishheimer就强调像乌克兰这样的小国 隔壁里就是有俄罗斯的大国 乌克兰一定要俯从这个大国的意志 然后 其实就是说 我们明明知道乌克兰人民经历过活在俄罗斯统治下面的滋味 当时大饥荒死了几百万人 他渴望欧洲的生活方式 深前加入欧盟 是一个国家里面集体的自觉 2014年所发生的事情是他们人民要赶走 带他们这个国家走回头路 人民希望加入欧盟 可是他的总统要求 就硬要把他们带着去加入俄罗斯的联盟 所以人民把他们赶走 那我们说哪个人民有这样一个决定的自由都没有吗 在Mishheimer眼光看中就是没有 所以对于Mishheimer来说 这国际社会只有两种关系 就是支配跟臣服 做大国的可以支配别人 做小国的 中国就整个臣服 这些大国 没有平等的 国际社会不会有平等 大国说了算 小国没有自觉权 幻言之在他眼中 乌克兰 跟其他的小国 中国 在国际社会当中 只是二等的公民 那他就闻得出来 这几天 有些东欧学者忍不住就写文章反驳他 那这东欧学者 他自己说 所以他就说 Mishheimer所说 理论到底 最后就是大国霸道有道理 他这个新实在论 就为了一些所谓的大国的霸道提供 一个根据 那所以这一种的学者 等于成为霸权的发言人 我们中国人就 我们华人就会说 这个学者真的是 施食物者为俊杰 所以背后跟这个 究竟Mishheimer的看法 跟其他人 跟美国大部分的学者看法 是很不一样的 Mishheimer这个看法 在美国当中 只是非常非常小部分的人 毕竟只不过他在学界 有一定的影响力 他们怎么样看国际冲突的 究竟怎么今天的国际冲突 来源在哪里 很多学者说 这个是价值观之战 有些国家是支持民主 自由 人权 法治 可是有些国家 在行的是威权主义 国际之间的冲突 就会在两种不同的 一种治国的理念 那可是Mishheimer 眼中国际冲突来源 哪里就是大国政治 那不同的大国 他们会冲突 民主国家在威权国家 根本行为上没有分别 大家都是大国 大国就有大国一种行为 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离异 大家都是横行八道 所以对于这个Mishheimer 眼中所看来是这样 大部分的人看法跟他不一样 好了 再还继续留在这个 所谓北约东华的问题 有一本很重要很重要的书 大概四个月之前出版了 去年的11月出版 很厚的一本书 五百五十页是一个学者 他专门研究这个北约的冷战史 然后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 这个北约的问题 北约扩大的问题 苏的题目叫 Not one inch 就是一寸也不移 这个说法一寸也不移 是俄罗斯说的说法 俄罗斯说北约本来承诺我们 当我们这个苏联倒台之后 瓦解之后 北约是一寸也不移 这是俄罗斯的说法 他拿了他这句话 当作这个书的书名 然后他这个学者 在Merry说 其实历史不是单一原因造成 为什么造成北约东华 不是一个单一原因的 那当然普京跟郭尔巴乔夫 都声称 这个都是北约违约 他把他答应我们的 可是按照Merry她的研究所 得到的结论 他不是 根本就不是这回事 一开始 其实一开始 北约就东移了 因为在 在这个 就是说这个 冷战结束 然后这个 东德跟西德 要统一 那这个时候呢 北约就必须把他的 保护范围扩展到 就是所谓的东欧这个部分 那所以呢 他就当时候 苏联 也签那个条约 那签的条约当中 明确的说 这习日的动德 现在也成为北约的一部分 那当然当时候 那个俄罗斯有些人 希望他也能够写下来 这北约除了一向 到东德之外 之后 之后不要再 扩展了 可是 当时有讨论过 安藏Merry 当时有讨论过 他最后没有写进 这个签论当中 当时 美国原来的方案 其实他也不希望 在北约 东扩的 因为他知道 你很敏感 会刺激俄罗斯 所以美国的原来的方案 叫Partnership for Peace 这个组织 到今天还存在的 他就是说让这些东欧的 新独立的国家 而是都加入这一个 Partnership for Peace 然后他们就透过 这一个组织的维持 东欧跟西欧 欧洲的一个 和平的局面 必要发生误解误判 然后就说希望 先透过这个步骤 之后 然后过一段之后 还想要加入北约 再加入 所以这个组织呢 1994年1月就成立 然后东德这些国家 跟俄罗斯都先后都加入了 那所以当时 克林顿总统的想法 就是说与其在东欧 从欧洲重新化一个安全线 在北约就是一个安全线 但与其重新要化一条 新的安全线 倒不如成立一个新的组织 然后这个新的组织呢 就是在北约跟俄罗斯间 建立了模糊区 他觉得这样就不会刺激这个俄罗斯 就不要让他们马上就加入北约 所以本来美国的意图也知道 他也知道这个事情 对俄罗斯敏感 可是问题就是说历史不是 某些人单方面愿意这样 就这样就发生的 历史就是像 这个Merry所说 历史不是一个单级原因造成的 这发生什么就在1994年 就在那年当中 那当时 苏联的总统叶利钦 他血腥入侵车臣共和国 因为当时有一个独立运动 他镇压着独立运动 当时中东欧国家看到这样的情形 文凤丧胆 紧急要求加入北约 他看到当时 我们业励青会这样对付 这车臣 他都担心下一个 就是要对付我们了 说他们紧急要求加入北约 说是要 这个是俄罗斯造成的 要让中东欧国家 纷纷紧急希望加入北约 然后克林顿总统本来刚开始 他也不愿意这样做 那只不过后来也就发生了些事情 让他要立场改变 因为他当年要中期选举 像美国纪念一样中期选举 那他的中期选举 这种名义呢 好像大部分的选民 他们都同情中东欧国家 大部分的选民都同意 要让这些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 所以克林顿总统 除了这中期选举 他还要考虑两年之后 他自己也要竞选年任 所以为了选票的问题 再改变自己的立场 那好吧 那我就赞成让这些中东欧国家 都加入北约了 那所以就造成分个好几个 七次 不是一次过分个好几个不同的 不同的年份 那些中欧东欧国家 一个一个 一批一批的加入 那加入了之后呢 就有人快乐有人愁啊 那能够加入进去很快乐 加入不进去就发炒了 那乌克兰也是要求 申请加入 那2008年北约就说只是 说好 原则上让你加入 只不过还要等一等 等就等了十几年都没有让他加入 那只不过这 这一段的历史 成为有些俄罗斯人感受 觉得这个我们的历史的去路啊 啊 我们的我们呢 我们这个我们这个 苏联没有了啊 共产主义啊 共产党要倒台了啊 然后我们的内部有很多问题 我们外部 我们以前的一些版图范围底下 一个一个的离开我们 进入对方的怀抱啊 那说因为这样子 所以北约东扩 就这样产生的啊 那是很不同 好几个原因同时造成 那这个学者他承认啊 啊 自从这种现象出现 叫做北约东扩 出现之后呢 北约跟俄罗斯的关系就恶化 啊 只不过这个恶化 双方都有过责任的啊 啊 真的他说一开始 最主要是因为叶利钦 啊 学心学习车 啊 造成他们恐慌啊 啊 所以双方都有责任 双方都有误判 双方因为这样子 所以互相不信任啊 那只不过这样的情形呢 到2000年啊 普京当选总统之后啊 啊 都更加恶化啊 啊 因为对于普京来说 俄罗斯要烂探子 是那么多问题 俄罗斯出现了种种内外啊 内政外交问题啊 很方便的说 都是因为西方欺骗我们啊 啊 西方本来答应说 北约不要动祸 他们动祸 都是他们不好啊 啊 所以都是都完全把 就所有的这些的啊 就所有的责任 都都把它啊 说成是西方啊 对于我们的啊 一些的恶意啊 啊 用普京会用中文讲话 他也一定会这样说啊 啊 就是美帝忘我 枉我 枉我之心不死啊 啊 所以就把矛头的指向美国 什么都是美国不好 所以我们才经认 俄罗斯才会这样 然后他这个这个 这个mary这个文 这本书啊 在前面第16页 他有一句话 吸引我的注意力啊 他说这普京啊 就想尽办法 就说还说啊 说啊 那个北约已经冰临城下了 我们受不了啊啊 啊 他就说这个 military infrastructure at our borders啊 啊 那我给这句话吸引呢 怎么怎么怎么会这样讲的呢 啊 所以冰临城下怎么来的呢 我查一下啊 他书后面有一个柱啊 他就说普京在2014年3月18日 有一个演讲 在国会的演讲 那我就好奇 我找那个演讲 找出来看哦 有一个很惊人的发现 这个演讲当中普京怎么说呢啊 他就说啊 就是北约东扩的问题了啊 啊 然后说他们就把这个 把他们一些军事的 基本的设施都放在我们这个 啊 兵临城下了啊 啊 然后他就说啊 然后伴随了这乌克兰的改变啊 那我们这些 我们这西方国家啊 他们 他们就 啊 过越了这一条红线啊 为什么提到乌克兰呢 就当天为什么啊 这个普京的这个国会演说 就是那一天他说 那个俄罗斯军队已经进去 这个克里米亚 这个克里米亚 那克里米亚要通过一个 怎么样 一种的表决啊 啊 绝大部分人民的赞成 让这个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啊 啊 啊 然后所以他就已经有个条约了啊 啊 条约那个这个克里米亚要签好 就等待俄国来签啊 啊 所以他首先普京在国会演说啊 啊 然后就是说啊 他们造成那个乌克兰危机啊 啊 因为这西方国家啊 啊 越过了红线啊 所以也是一样 那动 他就是把矛头啊 是指向啊 啊 这些西方国家啊 也就是一句 来来去就是美帝 亡我这心不死 可是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那一年乌克兰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那年所谓的颜色革命啊 为什么呢 是人民主导的啊 你回去看那个历史 完全是乌克兰人民主导的 他们不喜欢他总统 他们总统要把他带回去俄罗斯 人民不喜欢啊 抗拒 所以才有这样颜色革命 把他总统赶走 明明是乌克兰人民主导的一个事情 可是在普京眼中都是美帝 亡我这心不死 啊 所以他的心态就是这样的 所以真正开战的原因 根本与这个时候 北约东扩没关系的啊 那没有错 北约东扩导致双方关系啊 转坏啊 可是不是入侵乌克兰的主因啊 他入侵乌克兰之前 他又再一次生在以前都讲过无数次啊 乌克兰历来都是我们俄罗斯的一部分 很多学者同意啊 就是说普京真正要开战的原因 这是要消灭的独立的乌克兰共和国 他最侵略的真正原因 正我刚刚说 假计真正是因为北约东扩 人家打美国 不是打这个 这个乌克兰 啊 所以他这些学者 你看荧幕上这些名字啊 你自己就Google说出是YouTube啊 YouTube可以找到他们最近的一些谈话啊 他们都同意啊 真正普京要打乌克兰 是因为他要消灭 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共和国 然后 所以这个我刚刚说研究这个北约东扩这个学者啊 后来就是他就有在英国金融时报他写的这个文章啊 就是在战争开始那一天他看 他眼看不行不糟糕了 看起来要打了 就写这样一文章啊 当中有一句话 他说为什么普京决定要打乌克兰 令普京受不了的啊 是乌克兰那种自由 乌克兰他有一个自由要选择 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 乌克兰用他们的自由去选择了西方 而不是选择了俄罗斯 让普京受不了的是这一点啊 然后他受不了觉得说你这样让我太丢脸了啊 你们就拒绝来到 拒绝啊 就是说来到我们的怀抱 反而你还投外送报道给西方啊 所以最主要他是这一个啊 背后的心情是这样啊 所以才导致他要惩罚这个乌克兰 然后 当普京说啊 这个乌克兰啊 历来都是俄罗斯一部分 其中有学者很重要 叫Timothy Snyder 有些啊 有些华人信徒可能啊 知道这个作者 叫这个作者 这个作者大概啊 五年前出版那本小书 非常畅销的小书 翻译成中文叫《论暴政》 小小的一本书《论暴政》 他其实本身他是研究东欧历史 特别是乌克兰历史的 有学者写过好几本啊 讲乌克兰的书 他说普京在说是严重传改历史啊 他连这个当时 苏联时期的历史 他都违背了 而苏联时期啊 我们都知道这个 USSR啊 他其实跟美国一样是 美国是United States 这个是United 就是很多不同的共和国的联盟 所以所谓的苏联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 有15个共和国加盟 那包括什么呢 其实15个共和国排第一 面积最大的 就是俄罗斯 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面积第二 就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所以就是在苏联时期啊 他都会承认乌克兰跟俄罗斯是两为式 乌克兰跟俄罗斯是分开的 苏联时期都会这样分 可是普京却说 他是历来都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所以严重传改历史 对于普京来说 现在就是说乌克兰将来改变 这30年来的国词 所以对于普京上任 一直都有他的普京梦 还有他的俄国梦 就是要透过第一步就是 吞并了这个乌克兰 那就斯拉夫民族的伟大复兴了 然后他口口声声的 我们都是同一个民族 今晚你们是乌克兰 我们俄罗斯我们都是斯拉夫民族的 我们都是同胞血浓与水 可是为什么你就说血浓与水 你现在要让他们在枪林淡雨 在风火连天 满目苍蝇 鸡犬不灵 玉石俱焚的状态当中 在这样这个血雨 心风当中让他们来回归祖国 哪里有这个道理的 究竟他这个战争 他是要吞 吞并对方的领土呢 他现在要拯救这些水渗火热的同胞 那不是动不动啊 就说乌克兰这个政权 是个纳粹的政权 你要消灭他 挽救被这个纳粹政权所迫害的这些的同胞 那你干嘛你这样对待你想要拯救的同胞呢 那所以普京对这乌克兰啊 那个那个那个反感啊 对乌克兰想要吞掉他啊 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啊 只不过为什么等到2022年再发生这个背后 比较复杂一些因素啊 我们先大概没时间讲我都不分享啊 好 那第二 我们下一步就是说啊 要检讨了 俄罗斯为什么要开战 那我们要说西方啊 在北约啊 就是北美啊 我们应该怎么可以回应呢 应该动不动就说你们西方西方 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西方亡我之心不死 那西方可以怎么回应呢 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 西方怎么要去防止 会阻止战争 要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同学也要思考 我们怎么去防止 阻止社会上面的罪恶 一个对内一个对外 比如说我们教会有些人就说 罪恶是在人的 人心的深处的 只有消灭人的罪性 才可能防止战争和其他社会的罪恶 所以怎么去防止阻止战争呢 还是要传福音 那只不过就是说 传了福音之后 战争是不是会停止呢 首先我们发现 我们知道普京 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在根据认识他的人 看到他的十字架 经常呆在脖子上面的 只要他把衣服脱下来 你会看得到 他不是要 网上很多图片啊 普京 吃光生的 上身吃光的 去骑马 去游泳啊 什么等等 你会看到脖子上面 他有个十字架 而且非常热心捍卫基督教价值观 动不动就是说 你们西方这样不行 你们都不捍卫基督教价值观 所以捍卫什么基督教价值观呢 他痛恨同性恋 所以这个就是他表示我热心捍卫基督教价值观 所以你说要传福音传福音 普京就应该是信徒啊 俄罗斯里面都是大部分都是信徒啊 可是为什么不停止战争呢 不防战争没有停止呢 所以不止那么简单 传福音就可以解决 而且就是传福音这个就是你资本 你资本你还要治标啊 你等到什么时候呢 那必须要好像社会一样 社会上面 我要防止社会的罪恶 除了资本也要治标 那所以呢要防止犯罪 社会需要法律 需要监狱需要警察 作为组合 所以必须要这样子 才能够防止罪恶的发生 这是对内 对外呢 你要防止野心家侵略其他国家 就必须要有一个足够的军事力量 随时给他做痛击 作为一个组合 所以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有 足够的军队跟武器 有些军队武器不是说 要来侵略其他国家 你必须要有好的军队 有好的武器 你作为一样的组合 让别的国家比较侵入 所以呢 你怎么要去防止战争 阻止战争 你就必须要以军队来抗衡军队 以武器来抗衡武器 以力抗力以战止战 你必须要准备 我摆出个姿态 我准备跟他打仗 那这样对方才不敢 跟他打仗 不是不敢 去侵犯你们 可是呢 欧洲跟美国都缺乏这个战争的意志 从1月2月美国不断的喊话 说苏联 俄罗斯大批军队 不断的囤积在乌克兰的三个边境上面 那美国一直这样喊话 可是美国就没有这个意志 以战止战 那侵略发生了 西方国家还是没有派军队来阻止 那只能做这经济的制裁 而经济的制裁只是圆水 就不了净土 那目前这两个多礼拜来 还在未来几个礼拜 那乌克兰还是一直要受到俄罗斯的 叫炮火的猛烈的炮火所攻击 在伦理学当中 我们一般都会同意将某些特殊被危机的情况底下 我们是个用武力去保护别人的 那时间关系 我也不一个一个慢慢的讲 基本上就是说 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 而且你看到这个人家要袭击另外一个人了 那我必须我们有这个责任去保护他们 阻止他们被杀 受到伤害 那我们的用意是阻止对方 不是要故意要去害对方 所以这个正义战争论 它的充分条件 也第一部分开战的正义 也是要讨论 讨论在这里 究竟咱们面临一个国家侵略另外一个国家 那其他国家应该应该用战争去反抗 也是在这里就关键这两个 一个是正义的原因 第三 第四最后途径 第六 衡量利益 都是作为正义 正义的原因 肯定有正义原因的 你现在 你不阻止他们 就越来越多的人死亡 被杀 越来越多的财产受到破坏 是不是最后途径 应该是最后途径了 你看你已经两个多礼拜了 用尽一些办法 而是都不停止 可是关键现在西方一直不敢开战 不敢以战争来去反抗 就是第六 衡量利益得失的成为正义 你必须要权衡一下 假如西方也越来越北约 他也要去 比如说有一个禁飞区 假如再建立一个禁飞区 俄罗斯的飞机飞进来 你要把俄罗斯的飞机 把它射 把它射下来 那这样子等于 北约就跟俄罗斯开战了 跟他宣战了 那假如北约跟俄罗斯宣战的结果是什么呢 那俄罗斯不单只派军队攻击乌克兰 他也攻击波兰 其他的国家 那变成就 那个战争就扩大很多了 然后现在很多人就是实时不愿意 西方美国 北约不愿意 直接用武 就是说以军队去抵抗 去阻止俄罗斯的军队 这是权衡利益的事 他觉得说假如要这样做的话 让这战争蔓延到全欧洲 甚至到全世界 假如变成一核子战争 那这个就变成就失去比例了 所以目前他们觉得他们不愿意 以武力去还击呢 最主要是考虑这第六点 所以他们动不动的说假如我们要这样做 就表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行不行 只问我的感觉觉得说其实不一定 美国是北约 他有限度的去攻击俄罗斯的 比如说他的飞机入侵领空 乌克兰领空的飞机不一定 一定会带来第三次世界大战 假如这样的话那就表示 美国以后都必要跟俄罗斯打仗了 因为每一次你只要跟他打仗 就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行不行 当然美国不会那么笨 就是说从此我就不要跟俄罗斯打仗 西方不出兵的正经的原因 我自己觉得说缺乏民意 为什么缺乏民意 他厌仗 哎呀打仗常常打仗 他不想再打仗 那欧洲他依赖美国 美国要有其身不正的前科 2003年入侵主权独立的伊拉克 话是说有大杀伤的武器 根本就没有 只不过他有明明的小故事 有明明的喊话 他希望说透过这个战争 把这个民主输出 把它输进去中东阿拉伯国家 要把在中东建立 首先建立第一个民主国家 把民主价值观去传播 这个是不应该用 你这个目的是对的 你用战争做一个手段 这是完全错 然后2001年阿富汗战争 本来是有道理的 他要打这个拉登 这个消灭在阿尔凯达 只不过10年之后都已经消灭了 拉登已经给他暗杀了 10年之后都暗杀 可是这个战争还没有 还没完没了 一直没有停 所以就成为这个阿富汗战争 美国有史以来打的最长的一个战争 打了20年 这两个战争 美国打这两个战争都齐身不正 不需要打仗 跑去打仗 因为这样子大家都厌倦 大家厌战 所以拜登上台去年 就匆匆的把阿富汗的所有的军队都撤离 狼狼狼狼狼的撤出在阿富汗 因为他明白美国民意厌战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以前不需要打仗的时候去打仗 现在该去打仗的时候 人民去厌战 所以想打也打不了 只不过我觉得说这个并不表示 美国和北约一定一定不会 一定不会参战 不见得 以前两次世界大战 美国都不是一开始就参加的 1914年在开始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 美国是等到三年之后才参战 然后这个在欧洲的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就开始 美国等到三年之后才参加 还有其他的一些 其他小的战争都一样 所以目前美国不参加 不一定不表示美国未来不参加 那美国还要等这个时候 等到真的等不等的是没办法再这样不作为了 他才会有所行动 好了那我们还要关心除了这个要开战的问题 在作战当中的争议 我刚刚说 另外一个 作战当中的争议有两个原则 有比例原则 有分辨的原则 今天我就先解释 辨别原则 分辨原则 就是这样 我必须要再打仗 尽管你有正义的理由 你有最开战的正义 五个 五个条件 你全部都满足了 那在打仗的时候 你不能够乱打 你不能够故意 蓄意的去伤害非作战人员 那这个就是分辨原则 那这个不单只是伦理学 大家都接受有这样一个原则 而且也成为国际法 国际法当中呢 有一个叫做日内瓦公约 日内瓦公约是分个好几次慢慢写成的 Geneva Convention 所以英语是众树的 那这些众树的当中 他这个有好几个不同的日内瓦的公约 然后第四的公约是1949年 第四个公约的题目就是 关于战事保护平民 是日内瓦公约 换言就是打仗的时候是军队跟军队打 一方的军队不能故意去攻击对方的平民 而这个公约的第14条说很清楚的 然后在作战的时候 这些双方的军队都必须要保护伤者病者 老者15岁以下的儿童孕妇 7岁以下的儿童的母亲 不要受到战争所影响 这是国际公约 俄罗斯当然也签了 中国也签了这样的公约 这个问题是现在我们看到在战争的现场所发生了 发生了什么回事 那两天之前才说在南方 东南方一个城市 那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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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那个妇产科的医院 整个妇产科医院就给了诈评了 所以这些是 是在国际法当中这些是战争罪行 所以这个我们要伦理学讨论战争 这个我们需要注意 最后我就说 我们需要处理基督教的历史观 因为今天这个局面是经过一段长时间形成的 为什么有今天的局面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历史 基督教的历史观 他会坚持人类历史 这繁衍人性 人性即光明也阴暗 有罪 罪孽深重 改变历史尊进程的人 重要的人物 都不见得 都是冷静的 理性的 精明的判断的人 就是这个很精明判断的人 他在理性的计算当中 也会有误判 更何况他不是说他在判断都是理性的 所以在整个历史进程当中 有很多这些是因为人的这一种的阴暗面 导致历史发生的事情 所以人类的历史并不是不可逆转的不断的进步的 要不可逆转的不断进步 除非在历史的进展 人类也不断的 人性本身也不断进步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人性就不断进步 人性每一代每一代的人跟上一代的人的人性一模一样 那所以呢 就导致因为人性在历史进程当中没有改变 人性既有光明也有阴暗 所以历史的世界的发展往往常常会失控 那所以呢 就说这个历史不可能说历史是一直在进步的 而且在往往在历史进程当中政府的决定也 常常受制于民意 不单只是在民主国家是这样子 就是在俄国这样的国家 其他一些国家 政府的决定也会受民意所影响 不能够完全不理会这个民意 那民意呢是更加不理性的 所以在我们在谈这个问题上 我们要注意哈 有一个基督教思想家 在这个时候你要读些什么 哪一个基督教思想家的经典著作呢 就要读这个 尼泊尔 尼泊尔 在面 我们现在面对这种战争问题啊 国际政治问题啊 就是要读尼泊尔 尼泊尔其中一个有名的书 苏名叫道德的人 与不道德的社会 当然在这次夸张了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人每一个个人 我们能够有道德感 一个人你要他 把他道德感呈现出来比较容易 可是一个一个人群就不是一回事 叫一群人一个社会 一个社会一个一群人 他就很难要保持理智 很难说他能够去他的道德的 他的道德的 他的一些道德的 因素能够咬吹他 去去做些道德的事 一个一个人群 就往往常常会失控 然后他接一有一段话 他另外一本名著啊 就是说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 当作有句话 就是说其实啊 我们我们谈政治 脱了不了在基督教原罪的交易 一定要讲基督教原罪 那这样子 你所设计出来的社会政治理论 才能够充分的 因为呢 为什么呢 不管我们所设想这个政治的难途 多高贵多好多美丽多多理想 可是他就说 在这些种种的这些所谓的成就当中 那些什么moral and social achievement 你这些的所谓的成就当中 总是会有人的一种的自恋 人自我利益的因素 去辅让你这个这些美好的事情 腐败的 所以这个是没办法 因为人有原罪 就是基督徒这些原罪 也是一直在影响基督徒 所以就说这个没有办法 你再好再好的设想 总会还是会走歪的 有歪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就说这个其实 人类就这样子 所以你不可能要求人 完全没有self interest 没有自我利益的因素去考虑 特别是政治当中 在政治决定当中 不管一个国家的政治 国际政治有其这样子 所以这些政治判断 一个道德上面一定暧昧的 为什么呢 一定有自我利益因素的 任何一个政府 一个政党 一个从政的人 他的所有的政治的言论 他所有的政治的立场 肯定一定有自我利益的因素 没有的话他就政治自杀了 所以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 政治上面的道德判断 永远是暧昧的 我不能够要求一个人 在政治判断上 那是完全是存在利他的 毫不利己 利己只是利他不可能的 那问题只是说 你这个自我利益是主导的 你主导的这个决定呢 只是伴随你这个决定 假如主导的这个决定 那你就完全就是自私了 这个行为 这个当然不行 那所以就是说 他提醒我们 要避免两个极端 我们看政治基督徒 就是另一个极端 这政治都肮脏的 都有自我利益在当中 说肮脏的 基督徒不要碰 我们就完全抽离不管 另外一个就是 当然想法 他就觉得说 在某一个政治立场 能够完全体现我们基督教 价值观 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要 每一个基督徒 都要来赞成这个立场 这个要过度投入 所以这两个都是极端 基督徒应该在两个之间 取一个平衡 然后尼泊尔还有一段话 特别是跟直接跟历史有关系 他就说 我们人类 我们都希望我们就能够驾驭历史 其实呢 很多时候我们 地方我们没有错 有的时候我们能够驾驭历史 很多时候呢 我们要被历史所驾驭的 我们就是历史里面的creature 仅仅仅我们希望成为历史的master 可是我们也成为历史的creature 我们在历史当中 我们就扮演这样暧昧的角色 我们一方面要尝试 要master the course of history 而同时我们要being master 我们要被历史所驾驭 因为历史当中 有很多发生的事情是 超过我们所能够控制 而这些超过我们能够控制的因素呢 它就不断对于我们的理想 去否定我们的理想 去改变我们的理想 所以说我们人类意识是进步的 你看我们科技不是很发达吗 我们科技发达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就说现在应该是一个 信息爆炸的时代了 那这些什么叫真相呢 垂首可得 你不像以前 以前我想要找真相 不知道哪里找 现在你往上去找一下 你认真去找一下 你可以找到真相 那科技进步 照理这样子 科技进步 那资讯发达 就不会那么多人 就陷入无知当中 照理来说 可是我们要发现 社会不是这样 社会还是很多人 愿意相信谣言 相信各种阴谋论 难去寻找真相 他们只是 只要他们自己感觉良好 他就愿意接受这一种 他自己的愚昧 所以一方面科技进步 照理来说 应该还有那么多人 在愚昧状态当中 可是你发现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说我们想家喻历史 可是我们人又被历史所家喻 我们科技进步了 你看有大数据 有人的辨识 那么多的进步 可是这些的科技进步 要成为控制人民的极权的工具 我们以为有这些科技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驾驭历史 结果这些工具 就成为驾驭我们的工具 所以历史 我们要看历史 要清醒的看历史 所以既然这样子 讲到这样的话 就说一讲 这个时候讲要读 尼布瓦任何本书 要读哪一本开始呢 尼布瓦的书很多 那我推荐大家这个 这个是他的一个文章 文集 是别人编的 把他很多不同的书 跟很多不同的文章 按照不同的题目 把它编出来 那这本书是最好最好 要入门的尼布瓦 这个 他最 他最 做最好这个政治伦理学 的著作 大家可以读这一本 你读了这一本书 你好好把它读一下 你才能够掌握 尼布瓦的思想 那有一个 当代有一个美国学者 受了他的启发 他有一本很好的书 推荐给各位 这本书是 三年前出 四年就出版 其实这本很小很小的书 甚至他根本就不是 一本书 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文章 所以这本书呢 它里面打开 没有目录的 然后没有第一张 第二张 第三张 都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文章 然后他后来成了一本小书出版 叫Jungle Rose Bag 那我中文 这本书还没有中文翻译 那我就勉强把它书 就翻译成为 书名叫野丛林又生 为什么这样翻译呢 就是春风翠又生 野丛林又生 为什么他这样有这个题目呢 因为他说 我们今天写的时候 这四年前 还没有发生今天 这个乌克兰被侵略这事件 我们常常以为自由世界继续 1945年 二战结束之后 我们觉得说 哎呀 你看这个自由世界继续 真的是很好耶 后就经历了一段很长时间的 稳定和平经济繁荣 黄金七十年 然后他有很多不同的国际组织 什么联合国 世界银行 北约什么等等 他签了一大堆的条约 等等等等 以至于这七十多年来 至少这西方国家 他们享受了民主自由 法治资本主义 那只不过这个是从1945年开始 1945年前根本就不是这一回事 1945年前 欧洲的民主自由继续 正在奄奄奄奄一息 你看法国又被打败了 欧洲变成纳粹 意大利又成为法西式政权 然后这些极权的纳粹主义 法西式政权 都是出现在基督教跟天主教 最重要的国家 天主教最重要的国家 意大利 基督教最重要的国家 就是德国 和这两个国家 基督教文明 根底最后 最深厚的国家 就出现了这样 极权的纳粹 跟法西式政权 而且就在欧洲土地上面 进行前所未有令人法子的杀戮 大规模进行 1945年前 欧洲是这样的 而且你再往前看 欧洲一直长时间以来 战争连绵不断 首先1870年 就是发生这个 普鲁市跟法兰西市的一个大战争 欧洲最大两国家打起来 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 1939第二次世界大战 不单只欧洲这样子 在亚洲也是一样 那这个亚洲也说 不是有悠久的文明吗 这个悠久文明的东亚地区 也有同样的问题 战争连绵不断 1894年是中日战争 1904年是日本跟俄罗斯战争 日欧战争 1914当然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1931日本清华 带来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以你看这两边 一个东亚一个欧洲 1945年之前 都是长期受战争 这样子所折磨的 那在奥战结束之后 我们都活在一个暗议当中 活在暗议当中一段时间 这个Robert Kagan就说 我们就在这样 活在暗议当中 人家有错觉 我们就以为 欧洲叫黄金75年 是人类历史的正轨 是大势所趋的 理所当然的 是历史的必然的 因为人类历史始终是进步的 所以当这个苏联导台 瓦解之后 美国这个学者福山 就写了一本书了 叫历史的终结 就是赶快就写了这本书 1992年出版 历史应该结束了 历史的终点 我们已经到了历史的终点了 只不过他高兴得太快了 那这本书的作者Kagan 在这提醒我们 其实叫黄金75年了 其实是偏离常态的 人为的脆弱的 回去1945年去看 欧洲的局面 东亚的局面根本不是这样的 而且整个人类历史都不是这样的 然后所以他就说 他这个书为什么叫做 The Jungle Grows Back 他说我们人类的文明 好像我们在一个 这个 这些 这一个大自然当中 当自然当中 包括很多这些 这野丛林啊 那我们把这野丛林 砍了一部分出来 我们开辟一个花园 开辟的花园 整整有集的 整整有条的 很漂亮 那只不过 这个花园需要不断去打理的 我们做园艺不是一劳永逸的 只要我们疏忽大意的话 在外面的野性的丛林 又蔓延回来的 春风吹又生 你今天把它斩掉 明天它又回来 所以这个野丛林才是常态 人类历史反映人性 在人类历史进程当中 人性保持不变 所以就继续善与 而继续斗争 人性的应该继续等待机会 卷土重来 所以我们常说野蛮野蛮 怎么21世纪 还有这样那么野蛮的事情呢 这个俄罗斯 这样就去打这乌克兰 那么野蛮 可野蛮本来就是人性的一部分 也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不会消失的 人类的生活始终都是危机师傅 而这人的人性 就是造成我们的人的 这社会生活 人的历史 这永远都是叫贪婪成性 杀人无麻 战火奔飞 极权欺压 以强凌弱 弱入强食 这是人类群体生活的状态 因为这个人性 所以以前是哲学家说 这是一种自然状态 所以你要离开这自然状态 在建立一种的和平的局面 西方人若不警醒 我们二十一世纪会重达 二十世纪的覆车 那我们这七十年进步 并不是不能逆转 历史倒退永远有可能 那今天就应验了 所以四年前 Kagan就写了这本书 提防提醒美国人 那今天就发生了历史倒退 那我们中文常常有些话 我们平常常常讲 都不以为意 比如说正常这个词 正常这个词 正跟常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正是一个伦理学的概念 常是一个统计学的概念 常就是经常发生的叫常 正呢 正是说你是 这个是正确的 对的 这个叫正 可是人类的历史往往是怎么样 就正者这不正 长者不正 所以你就不要take it for granted 不要以为 我们就是一件 我们就会有永远的和平 什么等等这些的事 所以我们不需要不断这种 今天欧洲在乌克兰上面 所发生的战火 随时会扩大 随时又会再来一次世界大战 好 到最后 我就要一个 一些 谈一些别的小的事情 我们就看到要打仗 我们在关系 今天打得怎么样啊等等 那战争的成败呢 不能够只是以战场 来决定的 那个很有名的 这个克劳塞维之 《战争论》 全世界所有的军队 都读这本书 最有名的一句话 就开始第一卷第一章 就战争只是政治 用另一种方式的延续 那当有一方 他希望要影响另外一方 这政治 对方不听的时候 然后他就说 战争这是以武力 抢驱反对者 遵行我们的意志 战争 我就是避对方的 遵行我们的意志 所以最重要的 就是政治 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 所以究竟这个战争 是不是好的手段呢 不只是看战场上的胜负 而是否你战场上的战胜 是不是能带来对极有利的政治局面 所以我要评断一个战争 这个战争 谁胜谁负 你要看远一点 不只是看战场 那目前的情形 我们当然说 那普京 他普京他说了很清楚 为什么他要打这场战 他想要削弱这北约的力量 而让俄罗斯更强大 要让乌克兰投诚 而当然他内心的盘算 他要 两年之后他要选举 我这永续执政 而且普京我本人的名垂青史 这个就是他打仗的目标 那究竟战争上面所发生的事情 能不能达到他这个目标呢 那我觉得是恐怕是弄巧成拙了 很多时候我们谈战争 战争伦理是矛盾词的 战争不能讲伦理的 你战争讲伦理就太仁实了 所以这个西方很多这种所谓实在论 实在主义的思想 在之一 Machiavalli 这是要讲为一个类似这样的话 那这一文化呢 我们这一个 这一个 中文有一本书 叫马军说孙子兵法 这书我在香港买到的 然后他在书里面他就说 这个作者 他是一个解放军的一个将军 他说孙子兵法 叫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孙子兵法对战争是说 最大的贡献就是战争 就是战争 战争就是你死我过 不能在这领域讲究道德 在公开这个书里面这样说的 那公开这样说就是表示 就是有可能公开这样做 那只不过这些人 所以目前我们在看到 在乌克兰战场上所发生就是这样的 那俄罗斯军队就是要来给你们一个离死我国 不会给你们讲什么战争的争议 不讲这些 而这样的情形呢 我就以中国的孟子一句话结束 孟子春秋战国时期非常够的战争 孟子就讲了说 这种那么多的战争 都争夺领土 要把自己国家扩大 争地以战 杀人营业 争城以战 杀人营城 那所以孟子说 这一种人为了要争对方的地 争别人的城 这样就不断去杀人如麻 这一种人越会打仗的人 就越要判死刑 不善战者 要服上行 要服最大的刑法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中华文化当中 对战争的反思 是有这些反思的 好 我今天就说到这里 就谢谢各位 那下面就请何光吴老师 跟大家来作业分享 谢谢罗教授今天的讲授 下面是回应的时间 我们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何光吴教授 来对今天的主题做出回应 好 大家好 李江教授的这个演讲 内容非常非常丰富 我也得到很多启发 我觉得最精彩的是 后面讲到的这个 正者不常 常者不正 虽然这个事情 很悲哀 正义的事情 不能经常 占据 优势 而占据优势的 经常发生的呢 常常是不正义的事情 这个真的讲得很精彩 这个 跟我们指明这个 正是个伦理学的概念 常是统计学概念 真的 我觉得受启发很多 因为它内容非常丰富 所以我也不能做什么 全面的评价 这个 它讲的东西呢 我基本上是深得我心啊 可以说 是非常的赞成 刚才甚至说到 甚至对我很大启发 所以我现在只能在这个 所谓评译里边呢 听他一边 听他讲一边 记下一点感想 这些感想呢 说不上是评译 只不过是一点 补充 讲讲我的感想 或者是补充一下 大家可能 特别在我们国内 很多民众很忙碌吧 没有很多时间 就听听一些主要的一两句话 就判断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 那么就缺少一些对背景的了解 所以我可能就补充一点 我觉得需要知道的一些事实吧 这个前边 丙强教授提到 他的标题里面有这样的问题 教会是不是应该参加公共事务呢 会不会应该介入一些公政治议题呢 他是打问号 这个丙强教授经常用一些问号 出请大家思考 他好像不给出他的 有时候没有给他明确的结论 这是他的一个学者的态度 这个学者的方法 但是呢 我想到呢 作为基督徒来 要明确的回答这个问题 我想就做一点我的回答 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说的 最大的两条诫命 第一是爱上帝 第二是爱宁人 有这个 也就是第二条爱宁人这个诫命呢 所以对丙强教授这个问题的回答 应该是yes 应该是肯定的 你要爱宁人 你就应该参与公共的 应该关注 应该参与公共的事务 这个让你的宁人 让我们的宁人活得更好 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心态 也是符合耶稣基督徒的教导的 那么 因为丙强提到两位学者 相反的观点 这个 他提到这个 其实我没读过 但是呢 据按丙强老师的介绍呢 就是说 他 提到一些 一些主张 这么 听起来非常严酷 那让我想到呢 当然他也提到 这个叫 史蒙兰斯基 对他的反驳 这种两个学者的 学术讨论 我一开头 这么祷告的时候 也觉得我们现在 在乌克兰人民 还有些俄罗斯的士兵 在这受苦受难 在那些 死于战火的当中 我们来讨论这些问题 有没有意义呢 是不是有点羞愧呢 我开头有这样的想法 现在我觉得 好像 我的想法应该打消 因为这种讨论 是极有意义的 比如说 丙强教授提到这点 两位学者 不同的观点 让我想到 这个历史上 很多人类的灾难 自从有些学者 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的 就是说 有些荒谬的 学术理论 或者学术观点 导致了人类的 或者至少助长了 人类的 这个 这个受苦受难 这个导致一些灾难性的事件 一些悲剧 比方说 我们大家都知道 希特勒 发动 战争 屠杀犹太人 这个侵略欧洲的很多很多国家 是在这些 在他的本国也实行暴政 但是 就是这位 希特勒 他的年轻的时候 他的思想 受到一位叫张伯伦 不是那个英国首相 是另外一个张伯伦 那么一个种族主义学者的影响 因为这位 这位学者论证了 这个种族主义理论 那么让希特勒非常佩服 觉得他们亚利安民族 或者日耳曼民族 就是优秀人种 其他人种 特别犹太人 是不值得 同他们并存的 这导致了后面的灾难 那么最近有些学者在深挖 这个俄罗斯 这个进攻乌克兰的 这背后的思想原因 那么当然 首先讲到 是普京总统的 这个思想 那么 很多学者都 做了研究以后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引用一些流星的 精彩的说法 说 这个 普京 是杜金的生子 杜金是普京的灵魂 或者思想 或者是他的大脑 什么意思呢 杜金是什么人呢 就是一个俄罗斯的 当代的学者 他就鼓吹一种 一种理论 因为他是一个哲学家 和历史学家 但他的理论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个 他这个理论被称为 这个新欧亚主义 就在这个 他认为人类文明 有几个板块吧 或者说几种大的集团 西方文明强调的是 个人自由 那是很不好的 强调个人自由 强调个人权利 主张法治 他认为这样呢 使得这个社会的人 过一种堕落的生活 所以刚才 秉康老师也提到 普京的有一些 一些伦理观点吧 这个他是受到 这个学者的极大的影响 所以被称为 他是他的身子 那么他认为 这个俄罗斯民族 在欧亚大陆上 处于欧亚大陆的中心 这个 所以呢 他应该有一个独特的文明 而这个独特的文明呢 是要 是要以 斯拉夫人 为中心 那么 斯拉夫人他认为呢 有俄罗斯人 有乌克兰人 有百俄罗斯人 或者百俄罗斯人 那么要 属成核心 当然就是一个国家 这个 这个 我说的是学者的观点 不是说普京 普京他没有明确这么说 但他做的事情 很多是 符合这个学者的 这个理论的 然后呢 这个 往东边 这个欧亚大陆 你打开地图 整个欧亚大陆 的确大 很大一块 整个北部 都是俄罗斯的地盘 那么他认为呢 这个 这个俄罗斯 以俄罗斯为中心呢 要他往东边 连接一个 一个强大力量 是谁呢 不要以为是中国 他说的是日本 要建立一个 俄罗斯 日本的 轴心 一个联合 这个也可以 可以往东边 直到太平洋 然后往南边呢 要连接另外一个国家 就是伊朗 你不要以为是中国 是伊朗 那么他连接伊朗以后 可以为俄罗斯取得 往南部 到印度洋的 这个 这个出海口 以这样一个中心 来 来对抗 西方的 讲究个人权利 讲究个人自由 讲究民主制 民主法治 这样的一种 一种 一种文明 他认为他们的文明呢 是讲提起的 是人和国家的关系 是 是 是有俄罗斯特色的 俄罗斯特色 我们知道 其实 因为俄罗斯的历史 其实在 在 在基辅的历史之后 就是很多 指出了 当基辅是一个伟大的城市 一个文明中心的时候 东欧的文明中心的时候 俄罗斯只是一个 村里里边的一个小镇而已 小村子而已 所以俄罗斯的历史 那么从 要从 往上追溯到彼得大帝 伊凡雷帝等等的 他们的国家的形态 就是一种 按列宁说法 是一种 或者无数学者的 无数的历史证明 它是一个 沙皇专制 这样一种 沙皇专制的权力 压倒一切的 这样一种政体 那么这样 它 这个 很多所谓斯拉夫派 比较 比较欣赏俄罗斯的传统 所以也曾经在 在19世纪 就所谓斯拉夫派 也组上这个 这套 接近这个的理论吧 或者说 这种理论 是用斯拉夫派的传统 吸取一些营养 形成的 那么这个 这就让我想到 这个 张伯伦 从张伯伦 跟希特勒的关系 那么这名学者 还有这个 杜金的理论 对现实的影响 这是 不仅仅 他们虽然的确是 安乐以上的学者 但是他们对历史 会产生巨大影响 所以我们学术界 我们自己作为学者 应该反思这种现象 大家都可以 反思这种现象 这个 这个秉强也提到 一些历史事实吧 比如说 这个关于北约的问题 是东欧人 他们自己想要加入北约 东欧的老百姓 绝大部分都想加入北约 而且鼓吹加入北约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一直害怕 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在古代 曾经的确 经常把它纳入自己的版图 苏联也曾经 按列宁的说法 这些国家这些民族应该独立 但是到斯大林就把这些 把这些加盟共和国 实际上就很接近于中国的一个省而已了 这个加盟共和国的 这个党中央委员会 其实那个当中央委员会的成员 或者主席 是总书记 第一书记 实际上就是 整个苏联共产党的一个部分而已 所以东欧有这样的一些历史 何况我们不能忘了 还有1954年的东德 1956年的匈牙利 1968年的捷克斯罗伐克 还有波兰等等的 都曾经受了苏联坦克的 坦克开进他们的首都 压制他们的民主人民的声音 所以他们非常害怕苏联 害怕俄罗斯 现在来说就是害怕俄国 所以他们要求加入 这个北约 这是丙强讲到的一点 我只不过再讲一点 因为丙强的这个标题里面 提到有些人的观点 说到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是没有区别 都要追求自己的利益 利益是实际存在的东西 这个不能否认 但是这两种两类的国家 是不是没有区别呢 我们让历史来说话 这个比如说西特勒纳粹德国 是一个威权国家 沙皇俄国是一个威权国家 那么他们 这个西特勒没有很大的成功 和最终战败 但是沙皇俄国占了别的国家 很多很多的领土 包括我们中国的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至今没有归还 如果按照普京战前的说法 历史上是我们领土 现在如果说他没这么说好 如果说现在就要 我们应该打进去属于我们的话 那么我们东北黑龙江以外的 大西安利以外的那么多领土 曾经不是俄罗斯的 又怎么说呢 所以这种一位非洲国家 好像赞比亚的在联合国代表 这次谴责俄罗斯入侵的这个发言里边 说得很清楚 说我们 我很佩服这个赞比亚的联合国代表 他说我们非洲的地图 大家打开看看 我们的边界全是别人划定的 我们都不满意 没有几个人是满意的 那个划分的边界是荒谬的 但是我们现在进入更高的境界 我们不要求我们的边界要改变 我们要求在这个现在的边界下边 和平的生活 有更好的创造 我讲的不是原话 但是这个非洲代表的发言的意思 这才是一个现代文明的境界 所以我们说是不是完全没区别呢 比如说北约 北约侵略哪个国家 占领哪个国家领土呢 领土指出哪一个呢 有人说科索沃 南斯拉夫内战 北约参与的 的确是如此 但是全是在科索沃 和波黑发生了 产无人性的大屠杀之后 这些地方的人民 希望北约出来 北约出来制止了战争 平行的战争 然后没有占一寸土地 就撤离了 所以不是说 这个话题是占领别国领土的问题 你可以拿俄罗斯从美国来做比较 就很清楚了 谁占领了别国的领土 占领很多很多 完全用战争的手段 用武力威胁的手段 或者直接用武力入侵 这个讲到 因为鼎强老师提到东德 1990年9月12日成为北约的一部分 好像北约开始东扩了 大家知道1990年发生的事情 是因为1989年 这个柏林墙倒塌 然后德国统一 德国统一 东德西德成为一有国家 那西德本来就是北约的成员 那当然东德也就在你了 等于东德成为 成为整个德国的一部分 作为德国的一部分 那就这话就不用多说了 当然它就成了北约的一部分 所以秉强也引用到普京的讲话 大家可能也会疑问 你看啊 是啊 普京讲的很对啊 现在这些加盟共和国 一个一个的离开了我们啊 什么白俄罗斯 什么波罗基海三国啊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波罗摩尔维亚 还有这个中亚这些国家一个离开 但是问题在于 这些国家本来就不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本来就 本来就不是一部分 你你你把它拿进来 然后现在现在独立了 你怎么说他一个离开你呢 而且普京本人是强烈反对共产主义 他批他批判列宁 批判呢 苏联共产党批判布尔什维克 批判批判这个十月革命 他不是一般的批判 是坚决反对 那么 这些 按照列宁的民族自觉的观点 那么这些国家现在取得独立 是符合 符合这些民族的利益 也符合列宁的本意 他回到了原来的状态 所以他不是 他一个个离开你 因为你很伤心 而且你本来就不应该把人家 强性纳入你的统治之下 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 其实针对这些说法 其实北约最近有一个 关于北约东扩的事情 他们发表了一个相当正式的文件 说明北约只是个防疫性的组织 所以刚才我提到的 这事实证明它是防疫性的组织 他没有入侵任何国家 占领任何国家的土地 这个包括前南斯拉夫科索等等在那里 波斯尼亚县是独立的 科索是独立的 黑山是独立的 好了 这个 因为炳祥的 这个炳祥教授报告里面提到 一个民族 一个帝国 一个元首 这个让人想到 很自然的会想到 一个民族 一个帝国 一个元首 想到的是纳粹德国 那么炳祥也提到 这个纳粹国 德国 他也德国 作为德国 他也是个基督教国家 这个炳祥教授也提到 普京经常戴的十字架 好像他是一个 至少看起来 我关系这个问题 我自己的看法是 基督徒 是不是基督徒 完全不能凭外表来判断 不能凭外表来判断 凭什么配饰 装饰物来 或者服装 或者表面现象来判断 那么至少按表面说法 刚才炳祥教授也说到 普京是个基督徒 带十字架 那么就讲到我们 前面讲到中国人的观点 中国两派 中国像王明乐他们的观点 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 那么这两件事情 一个是涉及到一个人 一个涉及到一个国家 德国 涉及到一个人 普京 那么这就恰好说明 仅仅是传福音 不考虑这些社会制度的问题 是不行的 一个基督教国家 可以变成一个法西斯的 全人类的祸害 像纳粹德国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基督徒 这样我刚才讲的 你要爱你人 你就要关心这些事 要管这些事 这个讲到 讲到纳粹德国 顺便提一句话 因为这次入侵乌克兰的理由 至于说要让乌克兰 去纳粹化 什么叫去纳粹化呢 它里边 它有你们看一些文章 非常严肃的文章 详细的分析 乌克兰的确 倾向于纳粹的新纳粹分子 但是是极少极少极少数 极少极少极少数 受到全国人民的吐气 受到领导人的吐气 这位领导人为首的 就是乌克兰总统 他自己就是纳粹的受害者 他的父辈 他的祖父辈 祖母祖父 父亲母亲这一辈 是纳粹集中营的受害者 他自己就是犹太人 这怎么说 让他去那句话呢 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谎言 我觉得很可悲 我们很多人还 好像以为有理 这个所以 所以这个 丙强教授说的 要我们 不说资本也要自标啊 不如说不要传福音 而是说 而是说其他东西也很重要 以战 指战也是重要的 如果没有盟国 包括中国 苏联 当时苏联 美国 英国 法国 艰苦的战斗 没有这些国家的坦克 大炮 难道能 打败希特勒吗 难道这个世界会 会迎来后来七十多年的 和平吗 所以 以正义的战争 来制止 非正义的战争 这是 不是我们 不是基督徒愿意这样 而是不得不如此 现实主义的看 就是人是有罪性的 所以 丙强老师最后的总结 非常好 这个 当年 当年希特勒 因为提到 因为炳强老师提到 西方国家的态度 一月到二月 俄罗斯军队在 19万人在演习 很长时间了 普京一次 两次 三次的说 我们不会入侵 我们不会打乌克兰的 我们只是军事演习 那些士兵们 也得到这样的信息 我们都是来演习的 甚至到了苏克兰 乌克兰都还不知道 已经到了乌克兰 好多士兵认为 我们是来演习 这个让人想到 当年英国和法国 对于南伊南地区的 南伊南地区的 纳粹德国 希特勒在那里的做法 在那里驻军 直接违反 当初的协议 这个 巴尼协议 巴尼赛协议 巴尼赛合约 但是他们也就 没有理睬 所以这是让我们 想到那件事情 我说补充一些事实 是这样的 比方说 最后一点 也算一点 小小的 应该 我觉得 绝大多数人 都要提到 讲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时候 都讲到 伊拉克怎么样 被 明明没有理由 但是还要入侵 其实我们 我们今天应该 提醒大家 一个事实 当时 当世界各地的人 和国家都怀疑 至少 至少是怀疑 沙塔姆 在制造大规模 毁灭性武器的时候 联合国是反对 这样做的 的确还没有证据 但是联合国派出 派出这个检察团 去检查 你究竟有没有 因为 因为沙塔姆说 他没有啊 伊拉克说他没有啊 但是好多国家说有啊 那怎么办啊 让事实说话呗 那就检察团去吧 中立的联合国的检察团去 结果这检察团去 一次二次的 再次 再三的被 伊拉克政府赶出来 不让他检查 那你要是没有的话 你让人家检查 不就好了吗 就不清楚了吗 为什么不让人检查呢 就让人家怀疑 还有伊朗 伊朗的核武器 也是这样的 你说你没搞核武器 伊朗一直这么说 长期这么说 你没搞 你就让人去检查呗 你光明正当让人检查呗 那这是事实说明问题嘛 大家就会相信的嘛 你不让人检查 就这样让人怀疑 所以美国会有怀疑 至少有些政治家会怀疑 这至少是一个 有严重的怀疑 这至少也是当时的一个历史事实 甚至到现在 还有这样的历史事实 所以 所以至于阿富汗 更不用说了 阿富汗因为是 公开支持 这个恐怖主义 当时的塔利班政府 公开支持恐怖主义 所以 而且已经在美国 杀害了几千个无辜的人 等于对美国宣战 所以美国当时要运战 我觉得这些事实 可能有时候时间长了 会被忽略 因为一种声音 太过于的站上风 大家听起来 所以我说绝大多数人 都会这么讲 但是我们要 我们不能忘掉了 当时的历史事实 当然 秉强教授最后还提到 我们科技发达 现在科技发达有两面性 一方面它可以让我们去 比较容易地查知真相 但是另外一方面 它可以控制我们的 从脸部识别 一直到思想上的控制 它也造成 想控制思想的人 更容易控制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 我们生活在当代社会 要注意科技发达的两面性 它也帮助了我们 但是可能会欺骗我们 这个最后我觉得 秉强老师的这个 这个讲座 那两句话 我一开始提到的 觉得我是最大的受益 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这也是基督徒的一个 基督教的一个基本观点 就是所谓正者不正 长者不正 不要以为我们的 合理的事情 和平的生活 所谓的岁月静好 是当然的 一定会持续下去的 不会受到破坏的 不能这么想 一定要 居安思维 最后我们就这句话 生于安乐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好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何教授的回应 下面呢是 问答环节 问答的时间 因为时间的限制呢 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 下面呢 我把问题 share一下 请 罗教授 何教授 来 寄回答 有看到吗 罗教授 看到 好 那这是一位 听众提出两个问题 有前后的关联 我就把它放在一起了 第一个问题是 从基督宗教 少了一叫 基督宗教 伦理学的角度 如何以 异战 公义战争 对抗邪恶之原则 来看待 非暴力不合作 与公民抗命 乃至武力抗暴 以对 集权 政体之邪恶 那罗马书十三章一节 提及 应顺服执政掌权 之权柄 金句是 断章取义 误导汉语教会 甚句 但罗马书十三章三节 随后提及 顺服权柄 这是后制条件 这权柄 乃令 行恶者为惧 而非 行善者为惧 故而请问 二 罗教授 如何从基督教 伦理学的角度 评论 对权柄 之有 条件顺服 这两个都是 比较大的问题 那为了要回答 更多的问题 我就不 做很详细的 写答 否则 每个问题都要讲 可能至少15分钟 先从圣经讲 罗马书十三章 那这个其实在教会历史当中 老早就发生了 那宗教改革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 罗马帝国 就不要让 德意志地区 要信 马丁路德 所发起的 这个基督教 所以呢 他就用 最后 他用那个 那个 罗马大帝的 就动用军队 要去 征服这些改信 这个新教的 这些的 德意志的地区 那当时 他们就面对 这些困难 那要顺服 那怎么办 那最后 他们想出一个办法 他们就发现 罗马十三 就像刚刚的问题提的时候 就还关键 一个 一句话 这为什么在上的 这个权柄 他在惩罚 做恶的 那 所以这个 就是政府的任务 那可是假如政府 所做出来 刚刚相反 他要 惩罚 那些 好人 去报仇 一些 坏人 那刚刚好 这跟政府的 任务相反 那政府的权柄 就是神来的 第三 十三章 一节一开始就说 那假如是 权柄从神来的 他不可能会做出 违背神旨意的事情 所以当一个政府 做出违背神旨意 他就 用政府的权 去惩罚 善人 去报仇 好 恶人的时候 他的权柄 就不是从神来的 既然他神旨 也不是从神来的 那时候呢 那么其他的人 就不需要去 服从这政府 所以宗教改革 就这个 这个我讲的 这个变化 是马丁路的死 就大概两三年之后 当时一些穆斯团 集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所以他们结论之后 我们也可以组织军队 去抵抗这个神 这个罗马帝国 所派来的军队 那所以大概五百年前 这个问题就 曾经也解决过 那所以对于这个政权的 俯从 是要看待政权 他继续是成为神的 使者呢 他也是成为这个魔鬼的 使者 那至于刚刚提到 一大一连串的问题 从这公民不服从 武装起义 那这一系列很多的问题 就不能够那么容易 一口气能够回答 因为性质不太一样 只不过就是说 我们从 什么 从正义战争 可以用在其他的问题上 当然是可以 只不过就是说 我们需要 要小心要记得 正义战争论 那个前提 就是说国际社会 没有继续 在国际社会 在国与国之间 没有另外一个 一个地方 一个仲裁 我们之间的分歧 所以他就整个 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 那只不过在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的社会当中 并不是这样 所以不能够那么容易 就把正义战争的 那些的想法 就用在一个国家当中 那个国家当中 它是有人去负责 维持继续的 那所以这个是 很一个关键 那至于是不是 什么都不可以做 基督徒在面对 社会不公义的时候 就只能够去乖乖的受苦 这是不是这样 那当然就不是 只不过就要看 很多不同的情形 可能他需要有一些 更多的一些指导原则 才能够去 要从所谓公民不服从 一直到 要动用武力 这些都是不同 类型的一些的 一些的做法 所以就要 每一个事情 要一个一个 这样去讨论 不能够一口气 把它全部回答 就先说到这里 我也觉得这两个问题 非常重要 也是作为对 炳强教授的一个 小小小补充吧 因为我觉得 关于这个 无抗恶的问题 很多基督徒 会引用耶稣的话 打你的这个 右脸的话 你应该把左脸 也送上去 那三句话 其实我看到一个说法 很值得参考 我觉得非常值得 广大的基督徒参考 就是第一句话 耶稣说 打你的右脸 你把左脸送上去 我们一般的人 绝大部分人 打人都是用右手 打过去 打对方的脸的话 如果要打他 就打到左脸 他为什么是右脸呢 这一个字不能改变的 因为这些解释 有一种解释 就是所谓打右脸 就是用这个手掌 去随便轻轻地删他一下 扩他一下 这是表示一种蔑视 表示一种谴责 批评 而不是严重的惩罚 如果严重的惩罚 就是打过去 拳头打过去 打的是左脸了 所以这句话 后边耶稣说 那就把这个左脸 伸上去给他打 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被打的人 要不服 你打我 你要打我吗 你打吧 真的拿脸给你打 你打不打 这就给那个打人者 所谓在上者 或者是丈夫 或者是父亲 或者是长官 心里面要震一下 反思一下 喂 我是不是真的要惩罚他 要打他呢 要让他反思一下 第二句话说 说到礼仪和外衣的问题 当一个人把 这个 把礼仪和外衣都脱掉的时候 那就是在场的 罗马帝国的这个审判 是有旁听者的 旁听者就会一震 主审官也会一震 引起轰动吗 这个人把全城的露出来了 都裸露出来了 大家反思一下 这个人是欠了债 但是他穷到这个程度 要用脱掉一件衣服 来表示他的 承认他欠债 承认他有错 那么我们可以反思一下 穷到这样地步的人 他为什么穷到这样地步呢 这个社会的 在贫富上面 是不是不公平呢 是太不公平了呢 也会不得不反思 第三点 强迫你走一领路 你就陪他走两里 你现在我们读经的人 为什么不想一想 哪有这么无聊的人 哪有这么无聊 在街上找一个人 就陪我走 强迫我从他走路呢 这个历史社会学家 考据这个问题 说当时罗马 统治巴勒斯坦地区 统治以色列地区 他有个制度 就罗马军队在行军的时候 背着很多的干粮 织重武器 盔甲 所以走路很累 那么罗马的法律就规定 你有些士兵身体不好 走不动了 你可以把那个旁边的被征服地区的人民 农民啊 牧民啊 放羊的人啊 叫来帮你 背 那个所谓一领 大约相当中国现在的十里 中国试制了你的十里 是很长一段路 那么 如果 如果罗马士兵逼着一个牧羊人 走了十里路 然后 已经符合规定了 他可以回家去做他的 干自己活了 但如果他这个时候还来一句 嘿 怎么样 我再给你走 走死你怎么样 我可以走的 走得动的 这个罗马士兵就会反思 就碰了一个软钉子就反思 嘿 人家还要回去干活 旁边的战友们 比其他士兵会嘲笑他 嘿 不行了吧 你看你 你老总吧 连这里东西背不动了 还要人家背啊 他就会感到羞愧 所以这个解释是说 耶稣这三句话 不是叫人历来顺受 忍受不公正的压迫 而是说 不要以恶抗恶 要抗 第一 但是不是以恶抗恶 所以刚才那个朋友的问题 就回到这样了 你要在 你要以正义战争来对抗 不正义战争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中国的抗战争 当然是正义战争 那是战争 当然是正义战争 对吧 世界反法式战争 也是正义战争 那么用战争来对抗 不正义的战争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如何能符合基督教原则呢 我觉得是可以符合的 就是日内瓦公约 遵守战时的日内瓦公约 丙强教授也提到了 正义战争的三个阶段 怎么判断 第一战争的起因 第二战争的过程当中 第三战争以后的战互的和平 都涉及了战争是否正义 那么战争当中就不要伤害平民 尽量避免伤害平民 这是正义战争 应该做到的这个事情 比如说在 我刚刚提到南斯拉夫战争的时候 北约出动空军的时候 经常在天气不好 事业不好的时候 就不出动 就不出动少出动 甚至耽误了很多次的战机 那么他就是因为 怕天气不好的时候 炸到平民 但是在战争当中 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 这就是让我们想到彭霍费尔 彭霍费尔就是去厮杀西特勒 那位神经学家 他曾经举了一个很好例子 来说明 如何对待暴力 可不可以用暴力对付暴力 他举的例子就是说 一个疯子开着一辆汽车 在集市市场人群多多的地方 去到处碾压 造成很多的死伤 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你当然应该送伤员去医院 但是你更应该去制止 那个开车的疯子 如果开车的疯子不听你 你就制止他 你用和平方式制止他 不行怎么办呢 你当然应该打击他 当时你就应该使用暴力 那时候 那你最好不要把他打死 你最好打他的手 最好打他操纵方向盘的手 会打他踩油门的脚 但是这个时候可能把他手打断 完全可能打断他的手 甚至可能把他打死 完全可能的 这时候就是一种人间的不得已 人类的有限性造成的伤害 因为这两个话题真的 像秉强老师是非常重要 基督徒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还有罗马书里面提到的 顺服在掌权的人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英文版本 好像是新标准修订版吧 那个版本翻译就比较准确表达 它的意思是要服从权威 要服从政府的权威 任何社会如果不服从权威 没有权威 那就是无政府主义 当然有政府就有权威 所以人要服从权威 但是按往前后解释下去 就是说是符合法律的权威 就像秉强教授提到的 那种另外的情况 那就不是一个合法的权威 如果他不是惩恶扬善 而是反过来 惩善扬善恶 那当然就是不符合法律 因为法律不会这么规定的 法律组织政府 他不会规定政府去鼓励坏事 这个惩罚好事的 所以符合法律的政府 一定是惩恶扬善 所以如果他不是这样 那么他就违反了法律 所以这个特别是按照 新教思想家密尔顿 密尔顿你还得承认 他是政治思想家 他也是政治哲学家 他写为英国人民生辩 为英国人民处使英王生辩 还写一些论言论出版自由 所以密尔顿的解释就是说 我们是要服从 合乎法律的政府权威 而不是要服从某一个人 掌权的某一个人 他说要服从那是政府权威 这当然是人类基督教的说法 完全符合人类社会的正常需要 可以这么说 也是符合理性的推 我们的即使是非基督徒 他也可以合理地推出这个结论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有些很多很多的教会的说法 很多教会的宣讲说法 很多很多基督徒的理解 可能是要反思一下的 我就也不好意思 觉得很重要就说这么多了 我可能我这边已经十二点多了 我谢谢大家 谢谢这个主持人 谢谢敏祥 谢谢听众 我可能继续地说再见 谢谢何教授 谢谢 谢谢 再见 好 那我们下面接着其他的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德国教会当时会支持纳粹希特勒呢 虽然有小部分的基督徒反对 今天的教会应该如何反省呢 如何学习教训 当时的那些大部分德国教会 他们都坚称说我们是政治中立 apolitical apolitical 我们是政治中立 那既然政治中立呢 那所以我们就 反正跟政治有关系的 我们就不要去管 不要去讨论 不要去自己做判断 那可是这社会 假如什么都你不讨论 什么什么等等的时候 不思考 那当然你那个 本来的本来的那种模式就是去 支持的时候呢 他这个中立 就成为一种 其实等于是有助力了 所以最近我就看一个网上一个文章 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这一次这个 就是说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是世界大事 让世界很多大惊 让一些欧洲一直以来是主张 是中立的一些国家 都完全转态了 那包括比如说在芬兰 跟这个瑞典 他们都不是北约的国家 也没有说表示过要申请 可是他们都愿意 拿些武器去帮助乌克兰 所以他这不是中立 他本来是在北约 跟俄罗斯之间是中立 他这样做应该不中立了 那瑞士他一直以来 他银行都是我们都中立的 所以你们打仗 你们打仗 可是你们我客户的东西 我还是要做 可是瑞士也做了 一个惊人的决定 就是说要制裁 这些就是说北约国家 要制裁俄罗斯里面 这些人的财产 那不是违反他的中立了吗 那我在网上上看到一个人 瑞士人写一个文章 他从七点方面来回答 他说假如是 假如我们是真的 所谓的中立的话 那就是说 就是让这些 俄罗斯的一些富豪 那继续透过我们瑞 我们瑞士的一些银行 做很多生意 继续透过我们这些银行 来去把他财产 就怎么囤积他的财产等等 那其实我们这样做 其实我们是帮助了他们 而且这样子我们也是等于 因为我们不断收到手续费 他跟我们做生意 不断收到手续费 那我们其实我们成为这战争的一个 我们这一个是一个受益人 这俄罗斯 入侵 路克兰 我们表面是中立 其实我们等于是一个得益的人 那所以他们基于种种的考虑 所以说真正的中立呢 我就不能够去帮助 这个俄罗斯 有关东西 所以就说他要 他要放弃这一个 所谓平常的中立政策 也要制裁 那这样子才显得他是真的中立 那所以当时候我觉得这个 他那个讨论很好 让我们去反思什么叫中立 中立是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 那德国时候那整大部分的教会 就觉得我们政治中立 我们政治中立 所以我们就不管 那政府做什么就是政府的事 那所以就变成帮凶了 那所以就这样回答吧 好 谢谢罗教授的解答 非常抱歉 今天因为讲座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只能来提问和解答 这几个问题 那下面我们就请罗教授 为今天的讲座做一个结束的 好 亲爱的主 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我们能够透过网上 我们一起来思考 一起来主你前面 去思考一下 我们可以为当前的世界的局面 可以做些什么事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今天所听到的 所想到的 我们自己凡事的所得 都是圣灵里面我们的提醒 让我们能够听完之后 想完之后 我们能够怎么去化成行动 世界上面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 就因为一些所谓的好人 他们自己就不愿意参与 这些所谓的好人 他自身都外 他们就不愿意去参与很多 觉得很麻烦的事 我们这种的冷漠 我们这样冷眼旁观 就成为罪恶 在世界上面蔓延其中一个工序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一种的 被动的工具 成为一种被动的恶的 破散的工具 让我们能够晓得 要什么行动做出来 免致我们成为 一个罪恶的 一个协助罪恶去横行的 这样一个工具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既然主耶稣你说你是 道路真理生命 我们接受你的真理 要成为真理的见证人 让我们能够一起起来 去拒绝谎言 也揭穿谎言 不要让世界上很多人民 被谎言所欺骗 以至于在很多大是大非 问题前面 他们都完全 无媚无知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 这基本上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我们能够做得出来 为出来做见证 保守在乌克兰里面的 那么广大的一些人民 受得那么多的痛苦 求你帮助 给他们更多的力量 去熬过这段艰难的日子 求你怜悯 在很多的家庭 受到这些战火的影响 凄理至善 甚至死于战场 求你帮助这些家庭 也生活有力量 让这些家庭 也知道怎么发挥 他们的影响力 去阻止这战争的蔓延 求你信之引领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好 谢谢罗宾江教授 今天的讲座 也谢谢各位弟兄姐妹的 积极参与 我们BC讲坛 会不定期的举办 各种神学 信仰方面的讲座 请大家关注 我们在社交媒体 所发的通知 也请大家广为代为转发 好 谢谢大家 今天就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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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